大家好,我是隋大和 我们今天系统的分析一下 川普为什么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定会连任 当然有很多重要的消息需要分享 关于川普总统一定会连任 总统的一个最给力的一个信息 就是副总统彭斯 在一个很公开的很重要的会议上 严直走走的,完了以后 信心满满的说要再干四年 我和川普总统要在白宫再干四年 我们都知道彭斯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 他们这种人不会乱说话的 他如果没有铁血的证据 没有实打实的证据 我称之为叫做什么盘石机的理由 是吧,盘石机的理由 就是稳稳当当的 绝对不可能出差错的一种理由 彭斯这样的人 他不会在公开场合说这样的 我和川普同事要再干四年 我觉得非常的给力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好几个话题 就是有围绕一个中心 就是川普必胜的盘石机的理由 盘石盘石嘛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 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 要建立在什么盘石上面 不要建立在沙滩上面 所以人生这么几十年的时间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信念 要稳当,要稳稳当当 要像盘石一样的,牢不可摧 绝对不晃动一点点 这是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 所以圣经里面有如此精道的,如此准确的 也是如此给力的一个比喻 就是我们的信心,要像盘石一样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每天都在呐喊 都在扯着我们的这个嗓子在呼喊 要为川普总统祷告 一定要有信心,真的是 信心真的是最重要的 这个时候你看很多美国人他们都这样说话的 包括那个坐在轮椅上的那样的一个 退伍的军人怎么说的 川普总统你不要放弃 你为我们而战,我也为你们而战 而我们也为你而战,请不要放弃 还没有到你放弃的时候 知道吧,我们需要你 所以你不要放弃是个什么意思 就是信心,信心真的是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筹码 没有别的东西 所以圣经里也要讲什么叫信仰 简单相信,你完全不能理解 你就相信了 这才是真正的信心 你用你的人类的理性的 所谓的思维方式 你完全无法理解 甚至反感甚至反对的那个东西 你还是去相信它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进入了信仰之门 还有就是你亲自看到你手摸过的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现代人的话 讲就是你通过科学考察以后 得到了一个证据而相信的 远远赶不上那些没有看见过 然后又而且也选择相信的人 那是真正伟大的信心 哎呀这个有些话呀 只有经历过了以后我们才知道 刚开始听说要简单相信 这个不要怕只要信 这些话我们是不懂的 因为你没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的 那个细节 那种冲动 还有那种这个风暴来到我们面前 你以为就是一个鸡汤 就是一个片汤 没那么简单 所以呢我就就这样的一个话题啊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 也就是说川普逼胜的盘石级的理由之一 是什么呢 我告诉你就是美国的法律的力量 真的是啊 我昨天也说过同样的观点啊 美国看上去各种这个维度的啊 各种各个方面的人呢 似乎都已经腐败了 都已经弹透了真的是啊 啊川普所代表的正义的力量 显得非常的弱小 而且一点都不高大上是吧 从一开始很多人就说啊 这个支持川普的人啊 希腊里瑜这么说的嘛 就没文化是吧 一帮文盲啊 我们叫做红脖子是吧 啊后来呢又说这个 拜登又说支持川普的人都是 他们是一群宠货啊 这种话都说的呀 每次看见这句话 那我就笑一笑啊 我呢从我的所谓的知识结果而言啊 我应该是要支持民主党支持拜登的 这有一句说一句啊 因为过去我们读书啊思考啊写作 假不假是以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啊 以为自己是一个可以启蒙别人的人啊 各种理性自负 各种自以为是各种顾盼身风 各种自有自恋你知道吗 然后就跟今天的美国的精英的那个套路 一模一样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大实际的思想家 全是今天的美国大学里面里面的那帮啊 左的不能再左的那帮垃圾教授 这么个个都是如雷杠耳 个个都是臭气熏天 今天看起来啊 我们写文章的最理想的这个范本 都是那些什么什么美国欧美的文学家 或者是什么什么啊媒体人你是吧 比如说啊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小说家 是吧叫斯蒂平基 哎呀大家都看过他的什么销声课的救赎 是吧 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呢就是 就是牛叉的不得了很多人都以他为范本 像我们写诗的哎呀都是以这个什么很多个 左的不能再左的这个变态狂啊 作为我们的老师啊真的 你比如说金斯伯格金斯堡啊 金斯堡啊金斯堡诗翻成金斯堡是吧 还有我们写非虚构的话 我们都是尾碎追随 把这个纽约课的文章啊 当成这个我们写非虚构文学的一个 终极的范本真的是拿来一个一个的 做文本分析 看他们的那些大拿是怎么写文章的啊 所以这个北京有一个纽约课的一个专栏作家嘛 叫扎监音啊啊扎姐啊扎大姐啊 人又漂亮文笔又好 哎呦哎真是我们都是 败到在他们的石柳群下 败到在不是败到在扎姐 扎姐姐的石柳群下啊 而是败到在这个纽约课啊 纽约时报啊什么什么CNN啊 什么金具学人的这个啊 石柳群下结果后来发现全是一帮垃圾你知道吗 按理说我是应该要站在他 他们这个阵营的真的为什么没有呢 就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一种巨大的一种力量 一种信息你知道吧 这圣经改变了我们 我跟你说 美国的这种法的力量啊 真的是 我就在这些川普的律师 川普的支持者和他在他们身上啊 之前我们讲过说有好几个牛逼哄哄的大律师啊 比如说Junie Annie 比如说林伍德 这几天又有一个 我称之为这个叫做什么 女将军呢 真的是女大律师啊 一个女性啊 真是人又漂亮啊 叫做这个什么 Junie Powell 就是悉尼 鲍威尔 哇 我刚看 我刚在这个维基上查了他的资料 那叫一大名鼎鼎啊 在美国呢 那是如雷贯耳的一个女性的这么一个大律师 还做过这个检察官啊 就相当于他在美国的体制内啊 在这个独立司法系统的 在司法系统做过这个地方检察官 后来他又成立了自己的大律师的公司 律师楼 律师事务所啊 那是一连串呢 我看了他一个数据 他打了500多场官司啊 经常是是逼着这个啊 这个检察部门呢 把这个公诉啊 把它撤回去 他的这个胜诉率是75% 了不得的一个事情啊 此前最著名的一个案例啊 一个带领的一个官司 就是为这个佛林将军打官司做带领 那也是一系列漂亮的战绩啊 了不得的事情 到那最近最大的一个一个新闻呢 你在他的个人的网页里面 你也能看得到 在他的律师楼的这个官网上也能看得到啊 他是啊接收川普总统的邀请 正式加盟川普团队啊 啊所以他今天说了一句 啊接收这个Fox电视的时候 Fox News的时候 讲了一句非常给力的话 他是怎么说的啊 他说这个什么 第一啊本次大选的作弊的规模超级大 巨大直通最高层啊 我跟你说高层我也卷入进来的 我们一定要把他的话听进去啊 啊包括这个什么大名鼎鼎的CIA 还有这个FBI都在其中都涉案了 我告诉你啊 第二就是呢Dominion就是这个公司啊 介入美国大选突显了美国政治严重的腐败 各种证据啊包括拿了多少钱 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回扣啊 都已经以悉数掌握啊绝对是板上钉钉的证据啊 第三是什么呢啊 川普啊的票啊大量的票都算到拜登那个身上啊 不是几百万不是这个什么啊 不是几百几千呢 而是几百万张 以口气去算到另外一个人投上去了啊 所以这个他说这个打了一个比方啊 说这个偷窃的方式超级简单 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的啊 只要你用个电脑你都会 扶植粘贴 OK 就搞定 就这么简单 美国的这个大选政治 美国的这个暗箱操作 美国的这个黑云压城成于催的这个腐败政治 已经当了十可人熟不可人的一种程度啊 然后他还最后还说的一句话 他说我这个人从来不说无法证明的话 真的我刚看他的这个庞大的这个人身履历啊 那种辉煌的这个律师的经历 他从来不说这个什么无法证明的话啊 然后他说这个什么 美国人民本心即将看到台山倒海市的铁证啊 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啊 鲍威尔啊这么一个大姐大啊大律师啊真的是非常的牛 他写了很多很多个这个学术的著作啊 而且是一个资深的在法学方面的一个教授级的人物啊 而且他还做过演员做过制片人啊 都是把一生都献给了这个美国的独立司法的事业 他是一个超级有啊专业能力的人有法律的专业能力的人 所以我我觉得这个川普总统必胜的第一个理由啊 之一就是能拥有强大的法律的力量啊 你说这三个律师一个是朱尼安尼 一个是啊林伍德还有一个是巴维尔女士啊 你就想想吧你相比之下你这个谁民主党这边有什么啊 资深的牛叉的啊这个这个在如雷贯耳的这个法的力量参与的没有 所以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想象 我相信很多人也发现了 就是本次的这个关于美国大选的抗争啊大战啊 啊它事实上是一种非常荒谬的也是非常有趣的大战 它是美国的一群超级专业主义的一群什么这个律师啊 一群法律法官和律师尤其是律师啊啊 美国排在前几名的大律师所代表的一种法律的力量挑战什么 民主党的用美国的那些垃圾媒体那些fake news主流媒体的所谓的媒体的力量 是法律大战媒体啊是这样的一个格局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所以我看到这一点我觉得是热血沸腾啊真的 我们知道美国它是个怎样的国家啊 以前我们这些人呢为什么伤了我要把自己骂一通呢 就是我们太相信美国的媒体了 我们觉得美国的媒体CNN 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 哎各种媒体啊那都是我们心目中的这个皇冠上的名著啊 觉得我们了解美国都是通过他们的了解的 就是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师爷啊你说是不是 谁能想到今天的美国的媒体 你懒得不能咋也懒得呢是不是啊 这个CNN的这个NTT的他老板CNN的背后的投资方嘛 就NTT嘛一个大公司啊这个公司我比较了解的啊 啊没钱了亏了1500亿啊是不是 现在要开始变卖资产呢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 当你的公司经营不下去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 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磅活资产 就是出售你的一部分这个资产然后变现 然后呢度过你的所谓的这个资金断裂 资金链断裂的这么一个难关呢 所以这个NTT公司现在拿出的办法就是出售什么 出售把把这个大名点顶的CNN呢啊 美国有线电视网把这个东西给出售出去卖出去 谁来买呢各种效果都出现了啊有人说最好最应该出钱买的 应该是包子应该是中国的土共啊啊啊如果说你想想 这是个怎样辉煌的图景 漂亮的图景呢啊 在包子的在这个什么啊 他不是已经搞通过马云搞定了南华早报吗 但是南华早报只是对华人群体 对英语世界华人群体使用英语的这一块 主要是包括东南亚这一块有一点影响力嘛 你算个屁啊是不是 所以如果说啊国内有日日面报啊 这个新加坡这边呢有南华早报是吧 然后美国又有什么CNN你想想吧 这是三巨头包子的这个这个无耻媒体 三巨头那联合在一起那所向无敌啊是不是 念太阳都得听他的呀那当然了是不是啊 所以最应该出钱买的是包子的 但是有人说包子的他不敢买 他因为他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的 这会你敢买CNN你找死吧你啊 你你你本来你就是罪恶哪哪啊 你就是就要马上要跟你算账 你这会还挑这个头啊 估计包子的再蠢也也没这么蠢啊 至于这个CNN到底最后和谁来买啊 是一个悬念的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了 这是真是叫做什么 现实吧啊 你虽然收视率已经已经跌到什么程度 没人看你的了知道吧 啊你看这个在美国这个华盛顿第一次 这个游行的广场我队伍里面 那个CNN的记者在那里假模假式 在那里拍拍拍录像啊 然后一堆的这个川普的支持在那里 那些羞耻啊 羞耻真的是无耻真的是无耻到极致 但是你今天的美国就是这么一个社会啊 真的你要看到竟然是一群最牛逼的一种专业主义的这个 律师和一群啊最臭不要那个媒体之间的血战了大战了 你看我所以我们这几天看到一系列的好消息啊 媒体的这个媒体军团呢看上去是左右了整个舆论呢 是不是在啊引导这个美国的受众啊 让他们跟风走其实没那么简单真的是 现在媒体是接接拜对 除了CNN马上就要被卖出去以外 我看今天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消息吧 就是脸书在这个拜登的认证上面啊 一步一步的在改啊知道自己惹下了大祸 知道自己这个hold不住的知道吧 知道这个形势很不利啊 一开始拜登是什么是美国的总统 当选总统直接就通过脸书就把拜登就拱到 这个已经当选的总统的位置上去了 那过了几天呢又又又变了啊 说这个什么啊啊大概是侯任总统吧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了啊 或者说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啊 候选人呢总统候选人对吧 今天刚刚改刚刚改没多久 说这个拜登的这个这个认证公正的认证又改了 改成了改成一个政客了啊 就是一个普通的政客而已 那么说政客美国的政客就多了 西大利也是政客了是不是啊 克林顿也是政客奥巴马也是政客啊 那很多个政客所以他就所以你就发现脸书 就自己跟自己打脸 所以你不要被这种媒体的这种魔鬼军团啊 瞎瞎怕了知道吧 我不管你推特怎么去啊这个把川普每一条推特都省 我也不管你脸书多么臭不要脸啊 我也不管你CNN到处怎么这个这个 报那些fake news无所谓啊 因为你面对的对手是什么 是我们的这个Junie Annie大律师 是林伍德大律师是鲍威尔大律师 尤其是今天我花了一点时间我了解这个 这个鲍威尔女士的这个辉煌的律师的经历 我真的是信心倍增啊 我告诉你川普逼胜他的第一个力量啊 他的磐石经理哦 就是来自于这个法的力量了不得的事情啊 我看这个什么昨天我说过的同样的观点啊 美国是很难难透了啊 但是美国到目前为止 有几种实力是没有乱的 第一种实力啊军队没有乱 没有恶心到已经臭不可问 第二是美国的民众啊 那些支持川普的八千万人 他们没有难他们还坚守这个什么 人类的起码的粮子坚守他们的信仰 真的因为说的这样我就看到一个一个边角 我觉得讲出来也是特别有说服力啊 就这个川普总统啊 他在纳斯维加斯这个地方啊 是有一个川普大厦的一个川普酒店的啊 我们知道纳斯维加斯这个城市 每一座这个五星级酒店里面都有辉煌豪华的赌场啊 色情场所和这个赌场 那是必须的那是那是妥妥的是必须要经营的业务 但是整个纳斯维加斯就只有一家酒店 不搞这个赌博的生意 不搞博彩业 谁呀就是川普大厦川普酒店 所以我们觉得川普总统他真的是做事情有边界有底线的 他不是乱搞的 所以有些人呢在那里自以为是尤其是臭知识分子啊 就像我这样的人呢 以为自己了不起 我们跟川普提鞋的资格都没有我跟你说 所以我终于能理解啊 为什么川普他们家这么有钱 而他的几个孩子一个比一个优先 那叫一个规矩是不是 那绝对用我们中国人的家长的话 就是各个都是听话的孩子 各个都是规规矩语的 真是人又漂亮啊 德行又好 你说一个这么好的父亲 一个这么好的孩子 一定有个很好的父亲呢 怎么这个道理我们都想不通呢 是不是 这一切一切其实都是因为川普总统 他们持守的摩西世界 摩西世界是什么东西啊 摩西世界是上帝的启示法呀 人类的法的精神是什么呀 就是摩西世界啊 所以当我们看到川普总统 他必胜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那么多一线的 最顶级的律师给他打官司的时候 像鲍娥尔,林伍德和朱尼安尼 这么伟大的律师给他打官司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川普的身上 是有一种来自于第一推动力的法的力量 法律的力量 当有这样的力量加深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理由失去信心呢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川普总统祷告呢 谢谢大家